讲的是最近中国非常高调的纪念 在20年以前中美撞击时尊的一位飞行员王伟 但是这不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与此同时在上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以前 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 他去巴尔干访问 特别去了南斯拉夫的中国 最南斯拉夫的前总领大使馆 那个大使馆在克林顿时期 被美国用飞弹把他炸掉了 而且他炸死了中国有一个外交官 好像还有两位记者 好像有三位人是在那个事情中间死亡 那您觉得在这个时候为什么 把这个两件事情弄得如此高调呢 这是一种姿态 也是试探一下现在拜登政府底线 这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呢 这个就是非常的记得 20年前你们干过什么事 而且现在把穆扎这个南斯拉夫 中国大使馆呢 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执政的时期 所以呢你现在拜登又是一个民主党政府 所以我就把这个旧事情把它给挑出来 跟你就晃一晃 是不是 这个南海的这个王伟的事件 也是克林顿任内发生的 所以这里头有一种 所以在这里头里有一种 含蓄的警告 就是说你拜登上台 你不要乱来 不要胡乱挑选 所谓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要是惹了会什么 那句话叫什么 毛泽东说的 中国人民是惹不起的 要是惹了以后会闹翻的 诸如此类 这是跟那个话是一脉相承 当然真的要惹起来 是不是会这样子呢 我想我有点的怀疑 因为这个到底还是讲实力 但是我想也不排除这里头 声东击西 比方讲对这个台湾呢 会定期啊 拍飞机去滋扰一下 或者是拍到 现在最近拍的一个什么 侦察机到东沙群岛 如果这个台湾真的说要导弹 来定向予以拦截或者还击呢 就可能把这个 这个对美国的这么个假设 就用在台湾身上 先来表演一下 我想这个呢 这个机会比较大 那美国也要研判到这一步了 所以他最近跟澳洲啊 跟日本啊 也是秘密的摇耳朵 所以现在这个气氛是比较紧张 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越紧张 我想越会告诫前线的解放军 不能擦枪走火 是不是 如果的擦枪走火 在这个时候就不得了 因为在柯林顿江泽民时代 中美之间没有现在这个疫情啊 或者战狼啊 外交啊 这么样的气氛背景 现在气氛背景都在了 所以现在如果擦枪走火 就可能不是在 不是在那个 这个南斯拉夫大大使馆 一个1998年那个时候这么便宜 是吧 你叫他忍气吞声 他现在办不到 总是要会要 要干那么两下子 是吧 但是这个怎么干 我们要看看最近中印边境 中印边境呢 在这个科什米尔 好像最近也是 重归平静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我想我来研判呢 80%还是一种姿态 但是假如这发生冲突的话 您刚才讲了 会跟克林顿时期 或者是小布什时期 会很大的不一样 是吧 双方会 会不会某种程度上 持空呢 会不会发生 比较小规模的 这种军事冲突呢 那要看看 谁先惹的 是不是 而且看看有没有死人 那个南斯拉夫 那个木炸的 那个死了三个人 王伟那个 就死了一个人 是吧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中国是死了人的 忍气天吞声 但是那个是20年前的事情 现在要是在 这个在忍气吞声 死了人的大前提之下 在忍气吞声呢 我想网络的名义 那个时候 很难控制得住 这样会对内部啊 会对政权的稳定 会形成一定的威胁 所以那个时候 非得出手不可 是吧 我想呢 就给美国看看 这个姿态 也想是这个意思 是吧 那您觉得现在 共军老是 判这个军机 去骚扰这个台湾 您有没有一点担心 万一他们查起了走火 是不是会失控啊 因为最近这个 这个南太平洋 那个岛国 叫叫什么 白楼啊 是不是 对 国楼啊 国楼啊 国楼的一个官方代表团 他访问台湾 美国驻国楼的大使 也跟着去 吉他平洋的台使 大平洋的台使 也跟着去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个突破 如果这个美台 有进一步的 这个交往呢 这两天呢 中国外交部也发出 很强硬的警告 就是说美台 美国不能再派官员 访问台湾 就是白楼这个访问的 就引起了中方的观众 对不对 我想的是关注的话 你要表达 中国人民的愤怒 愤怒 也就是多派几个飞机 到台湾 可能呢 就是外海啊 或者是 这个25 海底的经济圈啊 这么闹一阵 我想呢 再进一步的 这个攻击 这个可能性 不会很大 所以这关键是 看台湾怎么研判 台湾会不会说 憋不住了 也伸手 我打理一下 就好像这个电影呢 叫少年的 少年的你啊 是不是 就在校园欺凌呢 现在基本上是一种 校园欺凌的印象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种 校园欺凌的 这个现象 有个大块头 有个大块头 忽然就 走过来就给你打两八子 就看你他妈的不顺眼 我哪里惹你 你没让我 再打一巴掌 基本上就是 是非理性 因为台湾他没有宣布独立 没有宣布独立 这个蔡英文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还是青天白日起 正因为你这个防疫的工作 做的太出色了 正因为你居然不靠这个世卫组织 谭德赛 居然还能把防疫工作 做的有声有声 居然你还不用打科兴 或者国药 而且这个长期维持 这个邻居症 居然你这不还有 2300万台湾的华人 经常在这里有投票权 而且在自由自在 正常的呼吸 这个对我已经形成威胁 是吧 这个等于一所预言 这个狼呢 要吃这个羊在这个河 不断的要喝水 我没招惹你 我在河的喝水 这个狼就说 这个河是属于我的 我在那儿喝 谁说属于你的呢 这短正这个自古以来 就是我 你在那边喝水 就污染了我在这个河里 这个小羊跑到 高一点的地方去喝 也不行 最终我就是要把你 这个羊给掏掉 就把它给吃掉 现在就是这个原因 是一种 是一种本能了 是不是 所以就看美国 日本的太多 所以最近这个美国 日本就比较紧张了 日本也把底牌亮出来了 一旦台湾有事 这个日本要派出 这个自卫队 可能要军事干预了 是吧 所以就换来了什么 每日狼狈为奸的 这么一个说法和定性 什么 所以我看目前还是挺有 打嘴炮 这个 语言外交的阶段 要真干起来呢 因为最恐怖的是 现在各方面都有核弹 一旦这个战争一开始了 他怎么样升级 是谁也不能够预料 好 那么 就是